走在这条林营大道上 整形诊所招牌随处可见 明明是开诊所 却要给观光客 兵至如归的感觉 当VIP款待 我们跟着整形医院的员工 到机场迎接新加坡来的客人 Vendy 手术其实排在三天后 但Vendy不管提早几天 诊所有专人专车接受 这个楼层专门接待外国整齐客 有中英文接待员 就连咨询室也打造语言友善空间 从抵达到咨询结束花了半小时 接下来医生带着翻译 面对面细心解说 医院分工很细 抽眼带和脂肪填充的整形医师 由各自专业领域分开进行 回诊检查上一次整形的效果 而这一趟眼带手术很自然地 就在同一家诊所进行 说着说着 一年后还要再来手耳一趟 就算能一次进行 医生就要放长线钓鱼 分次分趟获取客户信任 虽然是小手术 全程历经了三小时 手术前手术后 我们差点认识出来 Wendy 做手术也能像shopping一样 退税10% 但人一踏进韩国 消费当然不止如此 根据整形医院统计 国外患者再访率将近三成 一次手术 消费区间在300万到1000万韩元 平均停留7天 吃喝交通住宿费用 周边商机很庞大 但要客户再回头 整形医生 被懂得包装 透过综艺节目创造名气 在电视上树立权威形象 再透过网络放送到全世界 韩国政府也定下目标 2017年要吸引50万名整形观光客 利用回整的概念让客源细水长流 一点点整形招揽技巧 创造出观光客回头率 游客也心甘情愿重计